大家好啊 之前那个发的这个国足的这个 当时数越南嘛 连发了三个视频 当时也是真的比较 作为这个爱国的球迷 尤其是这个最爱国足 实在是有点激动了 言语上比较激动 然后呢 这两天也冷静思考了一下 就是 思考就是为什么国足 男足啊 男足为什么这么烂 是吧 你看女足 点球 淘汰了这个 这个日本队 这个东西就是你受费关注量 最大的 然后商业化 他的工资高 参与的人呢 内卷 啊 你想能进入这个高收入的职业 你呢 就得有关系 你就得掏钱 所以一般能供孩子踢球的家长 基本家里也不差钱 当然了 也有好多家长陆续都倒在了 这个不断给孩子铺路的这个道路上 弄的反正也是差不多 秦家荡产的也有 弄的心灰意冷的也是 然后呢 还有最后也没练出来的 比比皆是 然后体制内的这些人 大家一说体制内 其实现在基本上都 我估计都差不多是个贬义词了 就体制内的那种固有的僵化也好 包括这种 臃肿啊 养活了这么多人 为什么咱是两套班子 一个是党口 一个是行政口 这得是双份的工资 对不对 你说那个党口 你说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 是吧 咱就说这个意思 当然纳税人这个钱 人家也不说你纳税人 这个东西现在就你应该掏的 而且我掏给 我下播给谁 跟你没关系 尤其现在你看很多这个官员 尤其年轻一代官员 他不断的有一些问题会暴露出来 他不像那个足球一样 其实足球啊 我反而认为 它是一个最公开透明的 它是一个最公开透明的 一个检验的一个舞台 有人说了 你看我之前有一个 在上面有看有个小王八蛋 说的是这个 我们中国其他行业都行 大多数都行 国足不行的 那是因为啊 南美洲足球行 是因为它没有这种 其他的行业能供你 能选择其他行业的权利 都是底层的孩子 只有选择足球这一条路 你才能出人头地 因为我们这边经济也好 什么都好 所以说呢 足球呢 反而学的人不多 他说这个貌似听着有道理啊 但是呢 我就想一想 你看现在除了南美的以外 剩下的你说足球发达地区的 就说咱邻国 韩日 对吧 欧美 欧洲 咱就说欧洲啊 欧洲 基本看事业围 西班牙 意大利 法国呀 这就轮着来啊 其他国家也不弱 咱们知道的 就有名有姓的国家 它不是因为 它这个经济 经济下滑内卷 所有人才选择这个踢球啊 那你这怎么解释 你跟南美洲对齐 那对啊 那我们你要把南美洲 我比成越南 可不可以 我把这个欧洲 我比成韩日 那我们算什么呢 我们是加在中间 就是你承认差距就行了 别找那么多 你把借口 给自己粉饰太平 不是你说的 就是厉害我的国吗 厉害啊 你厉害的话 你应该向上看啊 你说人家 你跟日韩比啊 你跟欧洲比啊 对不对 足球是一个照妖镜啊 南美比 其实我觉得 最起码南美的幸福指数 应该还是挺高的吧 是吧 像巴西啊 安庭的傻乐法也挺好的 对不对 那剩下它就是激情啊 对不对 它最起码 它选择它喜欢的东西 那我们这个行吗 通过足球呢 折射到各行各业 各行各业 都是见不了台面的东西 你说真正要是外战 你跟外战你看行吗 完全不行 你方济产不也自己关起门 来自己玩一间行也是吗 不都是吗 各个领域有很多 不都是一样吗 你什么时候 把外资引进进来 都开放了 得出了 检验出一切 就像我们今天 不是开幕式吗 是吧 冬奥开幕式 我们天可寒 不也在 在发表讲话 对吧 你看 咱都关起门来自己玩 然后给人呈现一种东西 你真的要是到这个打打杀杀的东西 你会发现了 其实我们很多行业都 都接受不了检验 其实对于天可寒他们 庙堂上的先班 你这个东西 你看你不是也没有竞争吗 对不对 也没有另外一个山头能跟你竞争 能当你的反对 反对派对不对 你们都是自己跟自己搞吗 这不是跟中国足球一样吗 中国足球不就是你各个山头派人吗 对吧 选你不选我选谁的 这大家都得商量 做起来商量 所以说你真的要是能接受检验 是吧 你弄一个跟你反对的声音出来 你敢吧 我觉得你应该底裤都没了 然后天天就得说自己好 然后呢 还不允许别人说你不能揍的 我也不知道是文化自信的 你还是说你怕什么的 是吧